影片開始之前先推薦一部作品 那便是由邱瑞欣老師創作的原創彩漫 邱瑞欣老師原本是香港漫畫家 曾經出版過像是火舞藥養等等筷炙人口的作品 邱瑞欣老師移民台灣 創作了一篇以台灣實地取景的全數位彩圖漫畫 《紅日之音》 《紅日之音》不僅是原創 且還能看到台灣許多知名場景 例如101大樓、捷運站、小巨蛋等等 就連街道、小吃店、食物也原汁原味地還原台灣真實的面貌 並且整部漫畫以靈幻捉軌為題材 開啟了一個奇妙的世界 不僅有讓人感到熱血的橋段 也有許多幽默又有趣的小插曲 究竟人與鬼之間會發生什麼精彩的互動呢? 喜歡彩脈以及靈異奇幻主題的朋友 不要錯過哦 原來邱瑞欣老師也有另一部《戰火焚城》 也是構圖精美的嶄新作品 目前《紅日之音》與《戰火焚城》兩部漫畫 已在3月17號上市 與成品、金石堂、伯克萊、獨色生活、三名網路書店 線上線下都能購買哦 嗨,我是孫奇緣 今天介紹了許多讓人看了感到不愉快的漫畫 那今天就來介紹幾部看了心情會十分愉悅的作品 沒錯,就是搞笑漫畫 當然搞笑漫畫有非常多種 有像抓狂一族這樣走炎溢的誇張派 spy family 這樣比較輕鬆的溫馨派 精英學院這種走稍微大人風格的成熟派 或是如《銀魂》這樣有反諷於大量鬼點子的惡搞派 搞笑漫畫有千百種哦 原因是幽默並不是能夠被單一風格所局限的 每個人的笑點都不相同 不過讓偉耀只要能夠讓讀者開懷大笑 它就是一部成功的搞笑漫畫 今天就會推薦幾部我自己蠻喜歡的搞笑作品 希望大家都可以抱著愉悅的心情來看漫畫哦 公主殿下 拷問的時間到了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是由春圓羅賓遜原作 Heakei作畫的漫畫 故事在說人類的公主被魔王軍給囚禁 而為了掌握人類軍隊的秘密 魔王軍開始用各種方式拷問公主 先各位說一下這部的笑點在哪 因為光看大綱內容好像蠻嚴肅的 這部作品的笑點就是 基本上裡面的角色都是不太正常的 但這個不太正常是誇獎的意思 就是大家都一本正經的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簡單來說大致內容就是 實力超強的公主被超善養的魔王軍囚禁 對是超善良的你沒看錯 然後魔王軍每次拷問公主都是用美食 因為公主超貪吃 所以都會馬上投降 講出自己王國的秘密 並且隨著劇情推進 會有各式各樣的魔王軍角色登場 用各式各樣的美食拷問公主 公主也會用各種方式投降 講出各種奇葩的秘密 並且魔王軍會跟公主感情越來越好 對你沒看錯他們感情會越來越好 看到後面會有一種 公主好像根本就不用回去的感覺 加上聖堅的旁白吐槽 是一部非常惡搞有趣 也可以欣賞小蘿莉與美食的搞笑漫畫作品喔 穴界風雲 穴界風雲是JASMINGYU創作的漫畫 故事在說男主角在幼年時 他的母親跟著黑道大哥跑路了 而變成孤兒的男主角 為了找黑道大哥報仇雪恨 他開始每日鍛鍊自己的身體 這部作品不知道台灣會怎麼翻譯 目前只找到穴界風雲這個翻譯版本 但會翻成穴界風雲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部作品的日文書名叫做 就是在玩 一界風雲這部作品的梗喔 那一界風雲的這個名字喔 中的指的就是 有像手中老師致敬的意思 那穴界風雲的 中的 是的 就是北斗神拳的 拳四郎 對不起 這部作品裡 主角因為發現穴位能夠讓敵人致死喔 所以每天都在看北斗神拳斷練自己 為了打敗黑道大哥報仇血恨 他開始從北斗神拳這部漫畫裡 研究人體所有的穴位 吃飯看北斗神拳斷練自己 睡前看北斗神拳斷練自己 無時無刻看北斗神拳斷練自己 直到把所有人體穴位都完全熟透之後 主角終於成為了 按摩師 好大家講到這邊就知道劇情有多荒唐喔 喜歡的人可以去看看 另外這個作者還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搞笑作品 就是後接女孩 也相當無厘頭跟好笑 如果你之前看過後接女孩也非常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部喔 齊木男熊的災難 齊木男熊的災難是由麻生周一所創作的日本漫畫作品 故事在說 一位擁有所有超能力的男子高中生齊木男熊 因為想要過正常人的平凡生活 而開始的有趣搞笑日常 齊木男熊應該算是今天的作品裡面最有名的 畢竟是在Drum上面連載6年的長篇搞笑漫畫 但我想應該還是有部分的人沒看過 所以推薦一下 這部作品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我覺得搞笑漫畫通常會需要某種程度的惡搞 例如《銀魂》啊 或是《抓狂一族》 或是前面提到的《血街風雨》 某種程度上喔 很多搞笑漫畫都會有很多諷刺時事 或是去玩一些知名的作品梗 齊木男熊雖然也會偶爾玩這種梗 但其實整體而言並沒有其他作品那麼多 也就是能夠連載6年 我真的覺得齊木男熊算是非常有創意的搞笑漫畫了 一部分的原因喔 是我覺得所有配角都設定蠻好的 有重度中二病的笨蛋 超級熱血的笨蛋 看得見幽靈的笨蛋 笨蛋 總之每個配角幾乎都有一個極端的設定 然後再以此來展開搞笑的日常 做了場面搞笑作品 我自己相當喜歡 沒有看過的朋友相當推薦給你們 建議先從漫畫入手 動畫可以看 真人版真的是災難千萬不要看 遊戲三人娘是梁川玲所創作的漫畫 主要講述了三位女子國中生 組成遊戲社團的日常搞笑生活 好看了開頭的封面 你一定覺得這是一部輕鬆的搞笑作品 就算是搞笑也應該是溫馨唯美的那種 甚至就連動畫的片頭曲都讓人有一種 真是青春又夢幻的感覺 但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部作品其實是超惡搞並且超無厘頭的作品 動不動就是無敵崩壞的演繹 還有超超超超超ㄎ的內容 而這也是這部作品的笑點所在 三個看起來十分普通的國中美少女 卻做著一些超乎正常人類的事情 並有個人蠻喜歡動畫的表現 動畫的節奏與聲優優 把整體笑點再往上push一些 所以這部的話蠻建議可以先看動畫 如果笑點有對到的話 這部是真的蠻爆笑的 喜歡動畫的話可以再去看漫畫追進度 也會發現目前只看動畫發現不了的梗 例如動畫OP的故事等等 總之是一部非常好笑的作品 非常推薦 Grain Blue 碧藍之海 Grain Blue 碧藍之海是錦上千二原作 即剛公威負責作畫的作品 故事在說男主角是個大學新鮮人 並加入了潛水社團之後的清晨搞笑故事 這部作品的搞笑風格是相當強烈 並且無理頭的 尤其是在漫畫裡 作者很喜歡突然又一整眼的畫面 來強調搞笑的氛圍 不過Grain Blue 跟上面的作品 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除了搞笑之外 還是有一些感情線的詛咒 有著尾後宮般的劇情 這部作品其實反應也相當不錯 也是有改編成動畫與真人電影 今天先從漫畫開始看 非常非常喜歡的話 可以再考慮看看動漫與真人版 《輝夜機想讓人告白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輝夜機想讓人告白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簡稱《輝夜機》是四次版面的作品 故事在說精英雲集的秀之苑學園裡 身為精英中的精英 學生會副會長的司公輝夜與會長白銀玉行 兩人卻暗中相互愛慕 但卻因自尊心過高無法變得坦率 變成兩人使用天才般的頭腦與戰略 想讓對方先表達愛意 這部作品也相當有名 相信也是蠻多人都看過了 《輝夜機》的看點在於 看兩個天才傲嬌互相展開攻防戰 有一種雖然是天才 但是遇到戀愛就變成笨斑的感覺 也因為這樣有角色的反差非常討喜 學生會有其他成員會介入他們之間 碰撞出出乎意料有好笑的事情 而一群搞笑漫畫不同的是 這部作品還有一個看點就是看戀愛曖昧的情愫 明明互相喜歡卻又彼此試探 緊張又害羞的氛圍營造得非常好 只是到了作品後期 天才頭腦戰這一塊變得比較少 但如果沒有看過的朋友們 這部還是十分值得一看的 也有動畫與真人版 建議漫畫與動畫都可以看 不推薦真人版 在下版本有何貴幹 在下版本有何貴幹 是左野蔡劍的作品 描述全能的男學生版本 作者超誇張但是超帥的行為 是周遭所有人物對版本欽佩 以及甘拜下風的腫瘤司機 這部作品我記得之前有個翻譯叫做 我叫版本我最屌 而這個翻譯雖然比較直白 但是卻非常切合主題 因為這部漫畫的看點就是看版本刷屌 整部作品笑點所在 就是圍繞在版本各種荒誕的耍帥行為 以及周遭各種對它迷戀的人們 所以這部漫畫的笑點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我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會覺得好笑的類型 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可能會覺得不好笑 加上幾乎整部作品都是圍繞在這個主題上 所以可能後期會稍微有一些疲乏 但是我自己有覺得這是一部蠻具有特別風格的純搞笑作品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不推薦看動畫 極道主夫 極道主夫是Onokosuke創作的作品 故事描述前黑道不死之龍化身為家庭主夫的日常喜劇生活 這部的主要笑點就是黑道加家庭主夫的喜劇組合 明明成為了家庭主夫 但是有一些之前黑道的習慣卻改不掉 例如用皮箱裝了一袋又一袋的小白粉 結果是用來清潔的小蘇打粉 類似這樣的梗還蠻多的喔 並且裡面的黑道其實都超可愛 很多時候不只好笑喔 還會有療癒的感覺 然後這部是今天裡面唯一一部我會稍微推真人版的喔 原因是玉木宏的還原度真的太高了喔 節奏跟製作也算是有趣的 但是建議先從漫畫入手 動畫不推薦 喜歡的話可以看看真人版喔 好最後一次來推薦這兩部作品喔 這兩部作品我非常喜歡 但是他們比較特別 因為這兩部漫畫是需要看過賭博末世路之後才能看的作品 也就是這兩部其實是賭博末世路所衍生的外傳喜劇故事 但因為其風格真的很特別也很有趣 所以我相當推薦 首先是中間管理路利根川喔 就是在說利根川在地愛集團的生活 明明在原作是一個狡猾的大壞蛋 但是在外傳裡卻變成可愛的大叔 也似乎驗證了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反派與壞人這句話 原來反派的生活是如此的有趣跟無厘頭 而一日外出路班長 則是在說原作賭博破這部片 在地下的班長的日常生活 這部作品主要都會讓班長使用貝利卡外出 並且品嘗美食的故事 因為班長是一個非常有自己堅持的美食家 也因此每一次的外出都會發生許多有趣的意外差距 整體而言跟中間管理路利根川比起來的話 我更喜歡這部 不只好笑也有一點療癒 甚至其實有時候完全不好笑 但還是津津有味的看完 不知為何看班長出來吃東西的日常就是很好看 我也不清楚這部作品到底有什麼魔力 如果你非常喜歡賭博墨識路 這兩部作品請一定要去看看 好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當然好笑的漫畫作品還有很多 有一些作品因為之前推薦過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也希望一張推薦的漫畫可以讓你們度過一個愉快又開心的週末 如果你有一些私藏的喜劇漫畫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推薦給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按一下謝謝你們 按一下 按一下 按按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